土拨鼠之日 细语影评 梦空细语观影会 这是一部诙谐幽默 框架清晰 条理顺畅 蕴含人生启迪的电影 在诙谐的电影语言中看懂作者表达出的寓意 在人心 人性和人品三个层面上 自我心理建设的完成程度决定与成就了工作 婚恋 生活 三个人生面向上的自我主动态度和被动反馈感受 通过主角无数次的尝试与自我探究 来理解心灵与人生的迷宫 剖析这部电影中所表达的启迪与内涵 土拨鼠之日 Groundhog Day 暂时的今天 是1993年的老电影 但那探讨与设计的内容却是人生永恒的主题 如何才是与才能幸福地活着 什么是幸福 故事中的男主起初是一个没有什么真材实学 但自我价值心理定位模糊 自我膨胀 却又内心干瘪 生活单调乏味 匮乏激情 渴望改变 对人冷漠 高傲又自私 不在意他人感受的家伙 故事的背景被设定在90年代的美国 主角与同事一行三人在2月2号要例行采访某小镇的自娱自乐 土拨鼠日 庆典上 小镇代言人要试问土拨鼠费尔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春天是否会如气而至 这个看似很荒谬的民俗活动 却寓意着希望与对新春开耕的朴素期许 请注意这个设定有其深意 这样的一个动物被拿来做主角 并问它是否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影子是一个物体在光下的自我投射 土拨鼠自然不会在意自己的影子 这些都是人们添加的杜撰 在这里土拨鼠的影子和春天的关系 隐喻了自我本体随光而动的倒影 与寒冬将过的希望 在2月2日的重复中 男主菲尔每天都听到收音机里传出雪儿夫妇演唱的歌曲 宝贝我了解你后醒来 这又是一个隐喻 你真的了解你自己吗 就算男主以为他了解了小镇里的每一个人时 他真的了解了自己吗 歌词 他们说我们还年轻 我们不知道 在我们长大之前这不会发现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真的 因为你得到了我 宝贝 我也得到了你 宝贝 我得到了你 宝贝 我得到了你 宝贝 他们说我们的爱不用付房租 在赚到钱之前 我们的钱却总是花光 我想是这样 我们没有很多积累 但至少我确信我们得到了所有东西 宝贝 我得到了你 宝贝 我得到了你 宝贝 我在春天买了花 我让你戴上我的戒指 当我难过时 你扮作小丑 在我害怕时 你总在我身边 他们说你的头发太长 我不在乎 有你 我不会出错 请把你温暖的小手放在我的手上 从此 没有我们不能攀登的悬臂 宝贝 我得到你 宝贝 我得到你 我让你握住我的手 你让我明白了人生的道理 我们从此同行 彼此慰藉 我要闻你说晚安 把你抱紧 彼此携手 不再分离 我如此地爱我 我如此地爱我 你让我明白了人生的寓意 在影片里 男主不断地重复中 我们看到一个人 其心态的变化 从愤怒到自责 从四处寻衣问药 到荒诞无稽地 肆意挥洒时间 从一再挣扎 到躺平 乃至绝望 从恐惧担忧 到心里崩溃 如果一天 被五指尽重复 如果一生 再被一次次地重启 你要如何度过这时间呢 如何让自己的灵魂 与内心得到丰满与充盈呢 说到这里 就要先看看人心了 人心是很容易 在与他人攀比中 感到空虚的自我显意识 这空虚的感觉 就是在可见的范畴内 我活得不如别人好 那么人们最常比较的 就是衣着 车辆 房子 金钱 旅游 朋友圈里用美图 批出来的幸福 于是男主去抢了运钞车 给自己买了豪车华服 结果一天后 一切归零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物欲与性欲 是孪生兄弟 是肉体的基础本能欲望 内心匮乏 空虚的人 最容易 也首先能想到的 空虚感诱因 就是 我穷 所以我没有资本 赢得异性 我身材相貌不好 所以不被异性看好 这些外在的显性指标 当这些人 一旦有某个机会 可以改变自己的外在指标 就会去疯狂地 脸财 美容 借此来提升自我价值 之后 就会极度渴望 报复性地 广泛拥有 众多异性伴侣 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 与佐证自己的成功 拥有多个性伴侣 享受征服异性的快乐 追求享受物质生活 以为这样就能愈合自己心灵上的空虚 一路谋求追赶 当纷飞的红尘落地 半夜里在豪宅内醒来 身边阴阴厌厌酣睡 自己却还是觉得心中空落落的 一无所有 什么都不是 这时才发现 来自灵魂的饥渴 是无法用金条和肉欲填满的 心灵始终渴望 知见与智慧的成长 而这些都是世俗中物欲 无法满足和达成的 当男主利用自己的优势 套路过全阵适灵女性后 发现这根本无法填补 自己内心中的空洞 也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真实的成就感 或内在价值的提升 甚至可说反而更乏味空虚了 他开始渴望真爱 开始探究爱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爱与被爱的感受 结果却发现 自古套路得人心 却得不到真爱与认可 女人喜欢被追求 男人享受追逐猎物的乐趣 在这个过程中 女人很容易把追求时的套路 理解成幸福 在我爱的与爱我的人间 选择后者 结果日后才痛苦地发现 追求中充满了套路 自己渴望的幸福 并非是日常中的常态 然后就开始失落与吵闹 因为对着落差不甘心 回头看自己看好的那个男人 现在已功成名就 婚恋有子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无形的秤 虽然说不出来 但知道对方的金粮和人品 自己是该努力完善自己 让自己能赢得与值得更好的生活 还是安逸地享受 被照顾 被呵护的滋味呢 多数人还是选择了后者 结果就如大家所知 在民政局每天领证的 和离婚的数量一样多 色与利 这两种体验是人生的滋味 没有对错 作为人的你我 去体验它 了解它 没有对错 但这很快 就会变得犹如快餐一样乏味 金钱变成了一种数字游戏 异性只是每日醒来后身边的一副皮囊 什么才能 才是自我存在的价值 与内心真切的期望 男主开始挑战全镇唯一 没有被自己征服的女同事 可是在这个女人这里 男主发现自己的套路 却不怎么好使了 花言巧语 银河拍马 无法推倒一个有思想 有品味 有抱负的女人 这女人要的是一个被自己认可 但心眼里尊重 能感动 激发出自己心灵渴望的高质量男性 换句话说 就是有内在吸引力的男人 那什么是内在吸引力呢 男主被迫开始思考 如何提升自己的人性与人品 开始更多真诚主动地 关心他人的利益 与人为善 不求回报 这还真不再是充满套路 渴求对等回报的伪善 那些为了自己能有功德 能上天堂 能被神赏识而行善举的人 那行为与利益众生无关 只是一种基于信仰 长期投资的买卖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 伴侣的内在心灵品质成熟度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自己人生天花板的高度 背景设定 宿命与自由意识 NPC和个人与群体 人生副本 借由这个电影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人生的背景时代剧 作为经历者和世界的观察者 在自己人生的舞台剧中 你可以借由自己演绎的角色 体验既随机开放 又相对固定的剧情矩阵 命运不是命运之矛的抛线 而是依据自我意识 在多重选择下展开的 有限的多重可能性之互动 在生命的矩阵中 群体实相与个人实相相互交叉 你的世界中确实只有你自己 但哪怕这个所谓的 我这个角色我 其实也并非是真实存在的 那什么是真实呢 在不同的层面上 真实的定义显然是不一样的 但如果跳出各个单一的层面 是否有一个提纲气领宏观的真实呢 答案是肯定的 那这个与我们所谓的真实 截然不同的真实 又是什么呢 我的理解 那真实是一种远高于自我角色 自我灵魂的实相 是生成我们这个舞台矩阵的 幕后编导和底层规则 在那个宏观的蓝图运作中 有其可变与不可变的设定 而我们这些经历者与观察者 也因此有了可依据自我抉择 而改变的实相 和必须接纳的无奈 尽力了就抚养无愧天地 而无需纠结与执着于成败得失的果 是否匹配偿还了自己的付出 人生是一场旅途 其过程与细节的重要性 远大于其结果是否如其所愿 但结果又在某种层面上印证着 自己所行的路径是否匹配中正 我们通过过程了解自己能力上的不足 又通过结果较眼自己预期和所视的偏差 自我逃避与反社会性人格障碍 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自杀或杀死土拨属不能一了百了 也无法终止轮回往复的宿命 随着觉知与记忆的累积 随着自身能量与能力的扩大 另一种自大的企图会羁绊住一些人 先知的文领是福是祸或许两说 因为知道了 反而在宿命的轮替中 更多了些许的无力感和无奈 主角曾一度觉得自己就是神 可以为所欲为 并不承担因果 当时间不再以线性的方式被展开 因果律也就瞬间崩溃了 但一个敦监欲的神 好像也没有什么可显摆的 哪怕知道一切 可以预言一切 可以预见一切 可以用这样的能力 随意左右人生的过程 但轮回后 不是又一切归零了吗 有何意义 人生中恐怕最重要的事 就是婚恋了 俗话说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狼 很多人以为 在婚恋的过程中 女人享受被追求的快乐 而男人享受狩猎征服的快乐 其实经历万千后 我们才会明白 追求不如吸引 魅力或行 不如爱财募心 一个有修养 有内涵 有担当 有见识 有爱心 有勇气的男人 自身散发出来的自我价值光环 才是赢得异性青睐 与认可的不二之宝 用小聪明套路来的异性 其自身素养与自我价值 也都存在着严重的匮乏 在生活中 不能成为彼此的助力 多数时候相互羁绊着 反而成为前途中 绊脚的麻烦 我们可以看到 男主在影片前后 对工作的态度 有了天壤之别 从最开始的无奈对付 到消极逃避 后来干脆躺平罢工 离岗消失 在经历了无奈 和自我放逐后 他终于明白 工作不是为了谁 也不是为了工资 工作的本质 是给自己一个舞台 可以去展现自己的能力 并因此利益他人 工作中最重要的 就是团队协作 和同事相处的好坏 直接影响我们半生中 每天的心情 男主从一开始 自大的一言堂 耍大牌 到后来学会主动 征求他人意见 尊重他人意见 照顾他人的心理需求 经历了自己心理成熟的 蜕变过程 从一个冰冷高傲的混蛋 慢慢地开始有了人情味 变得温暖 从一个剥夺欺压下属的 事故油腻中年人 转变到愿意付出真诚 给予伙伴关爱的 阳光谱信男 从能量的索取者 到能量的无私分享者 这一转变反映出了 主人公内心渐进饱满充盈 从渴望 从饥渴匮乏到光彩照人 在不断地自我风营的过程中 最终触发了 从量变到质变的升华 所有生命都会不自觉地 向滋养生命的能量中心靠近 如果你把自己活成了 一个吞噬一切的黑洞 或牢骚满腹 麻烦不断地泥沼 那大家躲着你 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犹如那个花言巧语 都受保险的男人 内在匮乏与心灵空洞 那么怎么才能弥合 自己内在的匮乏感 和灵魂的坑洞呢 如何获得充盈生命的能量 成为永不枯竭的光 温暖四方呢 如何让自己在生活中 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呢 现在有一种毒鸡汤 说那种心地善 关心他人 乐意付出的男人是中央空调 无差别地四处送温暖 不会拒绝 说过这样的人成为男女朋友 是很没有安全感的事 因为他不能只对自己好 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陪伴自己 不能随叫随到 自己有的福利周边的人也都有 自己感觉不到特别的优越感 这样的男人不能嫁 因为没有安全感 真的是这样吗 一个像男主这样的灵魂成熟的好男人 真的不能嫁 不值得爱吗 一个有爱心 肯付出 对人一视同仁 不求回报的傻子 活该单身吗 其实说与信这种论调的女孩 之所以没有安全感 是因为自身还不够优秀 觉得自己不配 也拴不住这样的好男人 他们知道 这样的男人太招人爱了 温暖 智慧 豁达 随和 谁不想要这样的伴侣 共度余生呢 哪个灵魂不想往温暖的光呢 自己难道一辈子都要防小三 防被绿吗 俗话说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如果自己把这样的好男人过丢了 自己不就成笑柄了吗 与其这样 不如不要开始 当个朋友也能享受被照顾的温暖 说白了 这样的女人看男人 就是我的 也只能是我的洋娃娃 你们都只能看着 羡慕着 而不能碰 幸福感源自 我有你没有的落差 和可用来炫耀的特异性 分析后不能看出 问题并非是普系男的暖 而是这类女人内心中的空 她们普遍没有自信 匮乏安全感 没有核心竞争力 也不想在维系婚姻中付出的 比别的女人多 那怎么才能不让自己的男人知道 被爱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严防死守 只要自己的男人没吃过糖 就不会知道甜的滋味 也就不会觉得自己酸涩了 没有对比就永远都是赢家 这就是醋坛子们的心理活动与成因 要想留住一个好男人一辈子 要疼他 爱他 照顾他 要做得比别的女人更好 如果你爱他 那掏心掏肺地待他 怎么做都甘之若疑 那是因为爱是充满主动性能量的 可是如果关系是基于利益对等 出于物质考量 出于权衡利弊 出于年龄生育的压力 或者是打发过日子的关系 那所有的收支得失 就都在被计算之内了 每天只剩下斤斤计较的秤 在心里不断地衡量 一旦觉得亏了 就会吵闹不休 据理力争 盘点自己的付出与得到 把别人家每家的长处拿出来 责问自己男人 为什么不是实相权能 其实爱一个人 就会主动愿意为其付出所有 被其心性 品质 学识所折服 甘愿照顾他的身体和生活 让他有能力 有时间 为这个世界 为其他人 包括其他女人 带来更多的欢乐幸福 可见心灵成熟度的匹配 在夫妻共同成长间 是多么的重要 要知道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远不止这一次 我们每次离开时能带走的 是自己已有的记忆和觉悟 还有人生中被成功培养出来的各种能力 与技巧熟练度 更重要的是对生命的认知 和已完成的自我价值趋向 不能带走的是这个身体皮囊 物质财富 名望成就 爱人子女 当你走过看似无尽的轮回 终于活明白了 知道自己的时间要如何的利用 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投资 什么只是过眼云烟 颠倒执着梦想 那你就不会把一次次的机会 重复用在追寻那些肉身享乐和欲望上 更明白角色我的虚名假立 不过是骗人的把戏 如何走出空虚的无价值感 如何找到自己人格的合理定位 并不断滋养它成长为自我意识完形 如何在人心 人性 人品上 时机而上 让生活 工作 婚姻 逐步发生 等质上的转变 或许没有一个统一简洁标准的答案 可以告诉你 我的读者 但却有一个简单的原则 可以介绍给你 那就是请你 闷心自问 我所行 所为 所说 所想 所谋 是否是在注意我不朽的灵魂 滋养它成长 还是在为了这皮囊或角色我 一己私欲 忙碌奔波 灵魂也是需要吃饭的 它也是会饿的 不过它要的不是高粱厚胃或药食丹丸 而是能风营自我的心流温度 而这心流温度需要人心换人心 真情互动中才能激发得出来 不然心就会慢慢地冷却 冰冷 枯萎 凋零 甚至死亡 心死了 皮囊与角色 也就死了 所以说 哀大 莫过于心死 人品 人的品性道德 是指个体依据一定的社会道德准则和规范 在与他人互动时 对社会 对他人 对周围事物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或倾向 古人说 学艺之前先学做人 学的就是这个人品 一个人做人没有底线时 做事也就没有底线 这样的人不可信 不可教 不可托 不可共事 人品不成的人工作上也好不到哪去 潮起潮落 可以一时心黑得手 但水比水傻多少呢 日子一长就没得混了 人心 都说人心隔肚皮 做事两骨枝 这人心自古最多变 外边看着笑面虎似的 心里多少算计 多少龌龊 心里有多空 贪心就有多大 贪心不足 舌吞向 这贪心一起 求而不得 就要生气了 称怎相随 得不到生气 得到了还不甘心 想要更多 拿得越多 越怕失去 紧紧相握 死不松手 怕无常 怕死 死了 这些宝贝 就没了 可是怕也没用啊 四处求 可自古 神佛可曾保住了谁 想明白了的人 以承待人 以心交心 用自己的能力和力量 主动地去帮助别人 不是为了名利 只是这样做 自己就觉得开心 看着他人 觉处逢生 我自欢喜 不坐锦上添花 却愿雪中送炭 这人心温暖敞亮的人 善利他 喜共赢 没什么计较 少了很多的心机 好像没心眼一样 傻呵呵的 但这样的人 真的是没智慧的吗 大智若鱼 乙酌藏巧 得人心者 得天下 而人都是趋温动物 一颗炽热的心 可以温暖自己身边的 每一个人 带来光明与欢喜 这样的人 会缺伴侣吗 人性 人之初 性本善 还是本恶呢 争论千年 在活下去的 本能驱使下 竞争生存机会的斗争 在所有物种中 都存在 人类也不例外 只是吃饱了后 你是能消停下来 还是坏心眼子更多了 这就是差距所在了 人心之恶 在患难中 人性之恶 在富贵中 为富不仁 巧取豪夺 雪上加霜 成人之威 欺凌弱小 欺行罢市 没有同理心 也没有同情心 人性 对境的是生活 这样的人 日子过得越好 身边贴心的朋友 越少 每天用钱 豢养着一大堆 酒肉朋友 拜金红颜 却每每喧嚣过后 留下无限伎料 生活在社会中 却活得没有了人味 我们看到 最后男主 在医疗救护 艺术造诣 心理关怀 这身心灵 三个方面 都通过累世的积累 逐渐达成了 自我价值的体现 在获得由衷的爱与认可后 他脱离了无尽的循环 得以踏足 并展开新的天地 轮回是诅咒 还是赐福 是机遇 还是囚笼 你的心态与认知 行为与作为 预期与欲望 决定了一切 当你能真切地 看到自己的影子时 当你能看懂 自己的局限性 并努力地去逐步 达成自我完成时 春天还远吗 明天对你来说 是新的一天 还是再重复 昨天的一天呢 不管一天 还是一生 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 请尝试着 做出一些改变 哪怕每天 只是一点点 学会去感知爱 但不要把自己 困顿在固有的 舒适圈里抱怨 就像大车大雾后的菲尔 在《土博蜀之日报道》上 所说的 当契赫夫看到 漫长的冬天 他看到刺骨黑暗的冬天 还有希望的逝去 然而我们知道 冬天只是生命周期的 另一步 站在普苏塔尼人之间 靠他们的壁炉 和热情取暖 漫长而光亮的冬天 因此也成了最好的时光 世界可以是冷漠残酷的 也可以是温馨感动的 你自己做出选择 怎么去对待这个世界和他人 然后别在意这个世界 怎么对待你 或怎么回馈你 这样才是由衷的 不住相的 去爱世间的自己与世人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 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 需要镇静 相信吧 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尝试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在未来与现在 给你带来启迪 相信我吧 我的朋友 不要因为生活欺骗了你 就颓废哭泣 也不用去计较 一时一世可见的得到与失去 去爱 去善待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乃至花鸟鱼石 把你的心融入到生命的自然里 欣赏着 并和天地融为一体 让自己成为行走着的恩典 圣灵的羽翼 让你的言辞温暖人心 你的手扶住贫瘠 请你爱自己 与这个世界 不管它如何地带你 赤诚之心 至死不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